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一枚气球戳破美中关系回文假象 中南海出现分歧 习近平的外交小杨春被间谍气球打入冰窖 下一步中美海上争抢被击落的气球残骗 李克强的最后一搏绝不替习近平背锅 中国间谍气球引发美国两党争斗 拜登被喊下台 中纪委再连打三虎 三官员涉严重违级违法受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一枚气球戳破美中关系回文假象 中南海出现分歧 据自由时报报道 因多年猜忌与区域紧张而僵化的美中关系 原以因去年拜席会而趋于缓和 更渴望借由原定5号6号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中进一步改善 但一枚美中各自表输的高空气球 硬生生戳破了两大强权关系 看似合法回文的假象 纽约时报指出尽管无迹象显示 该气球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军事或情报威胁 但中国飞行器漂浮于美国本土上空的象征意义 足以为这一段攸关台海和平 重建后疫情经济 与对抗气候变迁等全球最迫切挑战的双边关系 增添新的动荡因素 纽约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丹尼尔斯 就以带有重大影响的小动作来形容这起气球乱入事件 并称近年美中接触层级陡降 致使双方在外交危机之际 更难验证对于对方意图所做的假设 中国外交界在气球事件前 对美国的口吻已逐渐趋缓 新任外长秦刚称将继续推动两国相知相亲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也趁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积极招商 分析家指出 中国间谍气球在此氛围下 仍能献宗美国本土上攻 二是北京内部对其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美国的战略存有分歧 华福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说 北京近来对美国发出的外交讯息 整体方向是寻求缓和紧张局势 但气球事件却与此方向不一致 令人质疑中国安全系统的内部协调性 何瑞恩还说布林肯推迟访中将引发中国内部 质疑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能力处理 已经持续了十年 让习近平最没辙的美中紧张关系 遑乱就算没有气球事件 今年的美中关系恐怕仍因美国国会众议院 成立专责调查中国战略挑战的新委员会 以及新议长麦卡锡可能访问台湾 而进一步恶化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峰 向路透社表示 布林肯本来就不想访华 怕招致国会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软弱 气球事件刚好成了借口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美中关系专家 沈丁利认为 中方三号晚间坦诚气球来自中国 值得嘉许 承诺与美国保持沟通 则暗示北京盼能保住布林肯来访 但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 驻清罗素却说 中方硬凹气球是科研民用 而非情搜侦查是无济于事的可笑借口 以导致美中关系气氛恶化 难以重振去年11月拜习会 所达成增进双边沟通的共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的外交小阳春 被间谍气球打入冰窖 据中央社报道 被美国带头全方位围堵 三年大一锁国 加上俄乌战争一度压错保 让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 今年以来 中国暂时藏起战狼锋芒拼外交 意图改善对外关系的迫切 异于言表 然而正当中国等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 视之为中美关系小阳春的同时 俄罗斯却抢着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春季访俄 接着更发声 中国侦察气球飞入美国领空 导致布林肯访中喊停 这不禁让人怀疑 习近平究竟想干什么 在美俄之间 习近平很清楚 美中关系回不到从前 美国直到布林肯到访前 都还不断寄出科技封锁 看似在向他讨价还价 于是习近平冒全球之大不为访额 也被认为是在向美国讨价还价 近年来 中美关系从贸易战到科技封锁 再到战略围堵 中国的发展空间受到文革以来最大的阻碍 而三年大议的动态清零 更让中国仿佛被人堵住了家门口之后 自己又反锁了家门 弄得经济凋敝 民怨四起 尝到苦果的习近平去年底急转弯 首先是放弃动态清零 接着宣示全面拼经济 再就是让新外长秦刚提前上手 忙着邀请各国政要到访 而布林肯的即将到访 则被认为是中国外交2023年开春的头等大事 习近平这是在收拾战场清理残局 在中国2022年创下近40年经济成长新低的窘境下 他急着安内让外 对内他要重振经济 对外他要打破围墙 除了招揽外资 更要化解西方的阻碍 解除发展空间的阻碍 美国知晓习近平的意图 连出重手 先是与荷兰日本达成协议 限制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输往中国 接着又停发 美企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证 让华为连生产4G手机都有问题 更有甚者 美国直接指控中国国企向俄罗斯供应 非致命性援助 用于俄欧战争 让中国陷入尴尬 习近平知道 这些都是布林肯 将拿来过招的筹码 为了稳住中美关系 不得不咽下这口气 咬牙迎接这股不怎么温暖的小阳春 但他并不傻 看准了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倒向俄罗斯 足以让俄乌战争没完没了的心理 于是借由首肯访俄 让美国了解中国左右市局的能力 至于侦察气球 中国施放 并不让人意外 意外的是在布林肯到访前被抓包 逼着美方访问喊停 把中方好不容易盼来的小阳春化为泡影 习近平企图在美俄中间取巧得力的小算盘 终于破功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下一步 中美海上争抢被击落的气球残片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侵犯美国领空 引发国际热议 美方出动战机将其击落 中方竟爆起抗议 针对北京可能的下一步 美国对中政策专家认为 中方将继续卸责 坚称该气球单纯用于气象研究 以美方过度反应为由 进一步挑衅 并派出解放军指挥的海上船只 干扰美国打捞间谍气球残骸 根据福布斯新闻报道 中国一颗高空侦察气球 日前闯入美国领空 还飘过多个敏感军事地点 华府阵路指控北京侵犯主权 及违反国际法 并于4号出动一架F22战机 在靠近卡罗来纳海岸的大西洋上空 用一颗AIM-9X空对空飞弹 将其气球击落 消息一出 美方捍卫主权的举动 竟遭致中方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指责美国动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 正当权益 同时保留做出进一步 必要反应的权利 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前副助理部长 科海诺4号表示 中国只会继续声称 该气球属民用性质 单纯用于气象研究 就跟过去一样 他们会反过来谴责美国的击落行动 持续否认自己有错 将自己描绘成乖乖 遵守国际法及相关准则的无辜者 虽然我不相信中国会采取 诸如武力的实际行动 但他们很有可能在外交措辞上 展现更具攻击性的态度 毕竟推卸责任已成他们的常态 过去曾派驻北京的科海诺还说 中国可能会借由类似行动闯入台湾领空 若台湾采取与美国相同举措将之击落 中方就有借口对台湾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可以预见中国在入侵台湾领空方面 会变得咄咄逼人 科海诺直言 随着台海局势声闻 最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准备好 在必要时刻与中国对抗 川普政府时期的国防部政策次长安德森指出 中国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对美国挑衅 华府必须保持警惕 做好准备在国内外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利益 他也预测未来几天内可能会有一艘以上的 由解放军指挥的民用船只出动 干扰在美国领海内进行的打捞气球残骸作业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美国军舰就完全有理由给入侵者一张通往海底的单程票 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中国问题高级研究院库博则认为 中国接下来应该是希望稀释宁人 预期近日会有公开声明 并努力重新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的时程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李克强的最后一波绝不替习近平背锅 据万维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三号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 讨论你提请三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将是李克强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根据官媒报道 李克强将在讲话中着重强调过去五年的经济成绩 有分析指出十年陪跑即将结束 李克强不想在下台之际替习近平背经济黑国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二十大上团派的李克强和汪洋 均没有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而主管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 更被踢出政治局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4号分析指出 李克强仅67岁 按照中共规矩他可以留任 结果他和汪洋两人都不到年龄就退出常委 除了习近平要让他们让位的因素 另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想再继续做下去 就是不想再陪着习近平继续做下去了 他们要有一个切割 自由亚洲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就曾分析 由他去折腾吧 已经是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共识 政治局常委会人选和人数都只会是依照习近平的个人好物 明知习近平的疯狂会在二十大之后变本加厉 唯我独尊 趁党内换届之际主动要求躺平 是李克强和汪洋从其个人角度的最不坏的选择 离今年中共两会还有几天 李克强现在还有机会说话 所以他要做出暗示 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的五年当中 习近平搞清零搞国进民退 打压民营经济搞乱了整个经济 这些都是习近平直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李克强现在要把自己从经济的乱局中撤出来 通过分析官媒报道李克强的讲话 李克强先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所谓成就 但说了半天 最后李克强说自己果断的应对出台稳经济的一揽子计划 这实际上是说他在清零乱局中开了十万人大会就经济这件事 然后李克强还讲到自己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等等 就是要把他自己的成绩讲清楚 当天的讲话中即将要下课的李克强还特意提到了 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李恒青认为李克强现在就是不愿意背这个锅 所以他要甩出去 另一方面习近平肯定不会让李克强把这个锅全甩给自己 被习近平打压了十年的李克强 敢不敢在最后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把这个锅甩给习近平 不好说 但是肯定会有争论 此外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强会在今年三月初 接替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 有报道称李强经济学的三支箭将是发展民营经济 开放招商引资及促进产业升级 对此李恒青认为 这些人只懂得听命于习 应该不会有什么新举措 以目前的情形看 李强这些人连一点反对的声音 提不同意见的机会恐怕都没有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案引发美国两党争斗 拜登被喊下台 据法广报道 美日邮报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引发美国国内政治斗争 在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努力保护被击落飞行器周围的边界时 一夜之间还出现了另外三个中国间谍气球 在川普政府期间进入美国领空的消息 但公众从未被告知 气球也从未被击落 发布此消息的是美国国防部 尽管如此 共和党人却呼吁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就最近的事件辞职 但这一消息震惊了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 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他对五角大楼的声明感到惊讶 他说他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1月任职期间 从未被告知中国监视气球进入美国的信息 艾斯伯说 我不记得有人来过我的办公室 也没有读过任何关于中国在美国上空 安装监视气球的信息 他并说 如果有此事 我肯定会记得这一点 就在此次中国间谍气球消息曝光之际 共和党人声称 如果是川普 他就会下令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 共和党人还同时呼吁拜登 因对间谍气球的处置回应停滞软弱而辞职 据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威尔逊在一条推文中说 灾难性的中国间谍气球器官 显然威胁到从阿拉斯加到我在 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乡社区的美国家庭 并证实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应该辞职 他还说 对于美国家庭来说 哪个政党掌权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领导者的首要标准 应该是他们的能力 而不管政党如何 可悲的是拜登和哈里斯都是无能的失败者 美国参议员乔什·霍利 曾呼吁就重大国内安全威胁 举行针对拜登的听证会 霍利在推特上写道 国土安全委员会现在需要就中国间谍气球 举行公开听证会 听证拜登解释是如何让这一切发生的 据众议员尼可·马里奥塔斯基告诉纽约邮报 共产主义中国的监视气球 违反了国际法 并威胁到我们的家园 他说令人愤慨的是 拜登政府几天前在气球飞越阿留申群岛时 发现了却什么也没有做 总统甚至没有对中共这种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 发表评论 OK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纪委在连打三虎 三官员涉严重违级违法授查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周日5号连续发布 三名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级违法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名官员包括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 前副主席易鹏飞 辽宁省大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浩红军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焦小平 易鹏飞现年60岁湖南一洋人 曾任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 怀化市市长 楼底市市长 春州市委书记等职 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期间任参州市委书记至2021年3月卸任 郝红军现年56岁 曾任营口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普顺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大连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辽宁省纪委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等职 2022年1月任大连市政协主席 焦小平现年56岁 曾在财政部工作多年 2022年6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至此 今年以来已有6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此前3人为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原主席吉宾昌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总成员副局长何泽华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员副主任王雪峰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高清视频曝光 美国F2战机一旦精准击落中国间谍气球 中国间谍气球为人工智能引导的监视工具 很难击落 担忧自家间谍卫星中国紧急协调马斯克星链链路 美国击落气球中国恼羞承诺 保留报复权力 快速找到背锅侠中国气象局局长 庄国泰北眠 气象专家称中国气象气球飞这么多天很罕见 49车追撞中国湖南国道惨剧 一支16死66伤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高清视频公开真相 美国F22战机一旦精准击落中国间谍气球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亲门踏户飞到美国本土 击落是唯一的选项 根据最新公开的资讯 美国派出了现役最强的F22猛禽战机 发射AIM-9X空对空飞弹 完美命中并击落了中国间谍气球 F22战机是美军现役空战能力最强的王牌战斗机 战斗性能卓越 空中缠斗能力与对地作战能力绝佳 更能爬升到2万公尺的高空 因此若要击落漂浮高度达6万英尺 大约是18,288公尺的中国间谍气球 F22战机是最可靠的选择 由于中国间谍气球在空中受到风势影响 不定向漂浮 又不是传统飞弹设计所定的攻击目标 想要精准命中并击落间谍气球 是高难度的任务 此次F22战机选择发射AIM-9X空对空飞弹 一名这类空对空飞弹售价约为80万美元 是响尾蛇系列最先进的一款飞弹 飞弹射程超过25公里 不但能锁定空战时的空域 也具有离轴攻击的能力 是最适合的攻击武器 果然仅发射一枚就精准命中并击落了中国间谍气球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为人工智能引导的监视工具 不容易被击落 据法广报道 关于中国气球引爆各种争论 包括击落间谍气球的议题 但据一位美国专家称 本周飞越美国领土 促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推迟访华的中国间谍气球 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引导的工具 美国华盛顿马拉松倡议智能团的监视气球专家威廉金说 这种飞行器是强大的监视工具 很难被击落 据法新社今天引述 华盛顿马拉松倡议智能团的监视气球专家威廉金说 虽然中国的气球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气象气球 但有几处是不同的 间谍气球巨大的可见的有效载荷 包括用于制导和监测的电子设备 以及为整个事情提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板 据他说 该气球可能携带美国军方内部尚未掌握的制导技术 这位专家还解释说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 现在气球有可能通过简单的改变高度来引导自己 达到一个合适的点 找到推着它走向理想目的地的风 而这样的技术仍然可能涉及与发射间谍气球基地的通信 据专家称 间谍气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能够在要监测的目标上空保持固定位置 而不像间谍卫星那样必须保持在轨道上 它们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上盘旋数月 就为什么美国不能击落它的疑问 专家警告说 击落气球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容易 这些气球靠氦气运行 气球不是爆炸或爆裂的东西 如果你在上面打一个洞 它就会非常缓慢的撇下去 威廉金说 1988年加拿大空军派出一架F-18战斗机 试图击落一个无赖的气象气球 它们用1000发20毫米口径的子弹将其击落 而且还是过了六天才掉下来的 威廉金还说 不清楚地对空导弹对这种类型的气球是否有效 它们的制导系统被设计用来追踪快速目标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担忧美国射完气球再打间谍卫星 中国紧急协调马斯克星链链路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才刚遭美军摧毁 就传出中国优心自家低轨卫星与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服务互相干扰 甚至威胁中国超高音速武器 中国国家航天局出局报告称 马斯克旗下SpaceX已将3000多颗卫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计划发射卫星总数超过3万颗 而中国仅计划发射数百颗卫星 两者针锋相对视双输 建议美中合作 相互告知星链链路以及其他参数 积极采取回避措施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家航天局研究团队透过电脑模型显示 一个由大约450颗卫星组成的中型卫星系统 可以降低1500多颗卫星系统的通讯频宽 这些发现反驳了外界普遍持有的观点 即更大的卫星网络将在争夺有限的太空资源时占据上风 不过研究报告也说 不同的卫星系统通常使用相似的无线电频率 这些无线电频率在与地面站通信时 可能会互相干扰 由于马斯克旗下 SpaceX已将3000多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计划发射卫星总数超过3万颗 反观中国计划发射数百颗小型通信卫星 根据中国互联网卫星计划的早期版本 包括几个独立的卫星系统 每个系统约100颗卫星 由少数私营公司或航天承包商掌舵 研究报告发现 即使以目前的规模小型卫星系统 根本没有机会与马斯克的星链竞争 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对其通信频宽造成自我伤害 但大型的卫星系统将毫发无伤 中国国家航天局研究团队建议 可以透过建造更多的地面站 减少相互干扰 但模拟结果显示 相互协调合作付出的成本最低 这些合作涉及相互告知星力 链路和其他参数 并积极采取回避措施 中国国家航天局团队坦言 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卫星系统如何互相干扰 但星链的行为可能会伤害竞争对手 还警告二者针锋相对 将形成双输局面 报道直言 中国军方对星链敌意越来越大 该国国防研究人员警告 星链恐威胁到中国的超高音速武器 还扬言要透过AI及其他装置 让星链卫星失效 好我们继续来看 间谍气球的相关报道 美国击落气球 中国恼羞承诺 保留报复权利 据法广报道 华盛顿击落了在美国领空上空飞行数日的中国气球后 北京周日表示强烈不满 并说保留报复的权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说 击落中国气球的任务是周六由一架F22战斗机执行的 行动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水域上空 是在美国的领空 他强调说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可接受的侵犯所做的回应 对此北京方面立刻做出反应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对美国使用武力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并补充说保留报复的权利 北京承认气球来自中国 但是表示这是一架民用科研气球 主要研究气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补充说 气球偏离了航线 并表示中国对这种无意侵犯美国领空的行为感到遗憾 中国国防部也回应了 宣称强烈抗议美军击落气球 并声称要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指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发表讲话 美方动用武力袭击 我民用无人飞艇 这是明显过度反应 我们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法新社指出 这一事件给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自己的对华访问 如果这次访华成行 那将是美国国务卿自2018年10月以来的首次访问 据五角大楼的官员称 被击落的气球是1月28号在阿拉斯加上空首次进入美国领空 然后在1月30号进入加拿大领空 1月31号星期二气球再次进入美国西北部爱达河州的领空 不过美国直到周四2月2号才知道这是个气球 当时他在蒙大拿州上空 那里是美国核导弹发射井的所在地 然后气球逐渐向东飘去 周六时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在上届政府期间 中国的监视气球至少有三次短暂的经过美国上空 据我们所知 在本届政府初期也有一次 但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 有消息指出 华盛顿击落气球的举动显然是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了国际惯例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周六在推特上说 我向拜登总统为确保所有美国人安全击落中国水上气球的领导力致敬 他补充说 现在我们可以收集设备并分析中国使用的技术 上星期五角大楼就认为 上星期五角大楼就认为被击落的气球是一个间谍气球 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这个气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来监视美国的战略地点 击落行动完成后 美国总统拜登祝贺了飞行员 成功完成了这次敏感的行动 他说他在周三下达了尽快击落气球的命令 但是五角大楼希望等到气球到达最安全的地方动手 以避免有碎片落下对地面造成损害 这一决定也受到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欢迎 他在周六的一条推特上说 我们将继续保护和捍卫我们自己 目前气球的打捞工作正在进行中 可能会需要潜水员 因为气球残片落于潜水区 这将使打捞工作变得相对容易 一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如是说 在昨天周六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 气球似乎是在被击中后垂直坠落 五角大楼官员说 在被击落时 气球在海平面以上约18000米处 距离海岸线11公里 此前不久 美国民航监管机构曾宣布 出于一项国家安全措施 美国东南部三个机场的空中交通被暂停 这些机场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机场 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个机场 击落行动结束后不久 空中交通就恢复了 周五五角大楼说 在拉丁美洲上空发现了第二个中国气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快速找到背国侠中国气象局局长 庄国泰被免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高空侦察间谍气球 在美洲上空飞行引起全球关注 五角大楼称 这是对美国主权不可接受之侵犯 随后美军击落了中国间谍气球 中方的反应则是 免去庄国泰的中国气象局局长职务 外界分析 庄国泰首先成了气球门事件的替罪羊 2月2日 美国国防官员首次宣布 正在追踪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 美国总统拜登就一直面临 将气球击落的政治压力 气球被击落后 拜登称 他们成功地将气球击落 我要称赞我们的飞行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则以此气球事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为理由 推迟了本周末的中国之行 但北京当局否认该气球是一个间谍气球 而是说它是一艘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而偏航的气象飞艇 2月3号中国国务院公布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 免去庄国泰的中国气象局局长职务 而就在半个月前1月18号 政协甘肃省13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庄国泰刚获选为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主席 据公开资料 庄国泰1962年4月出生福建泉州人 长期在国家环保局工作 2000年2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副司长 2004年12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2006年2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2008年9月任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 2015年11月任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主任 2017年12月任环境保护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2018年3月任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2020年12月任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 2021年1月任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2023年1月任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政协主席 针对庄国泰被免职消息 有网友留言表示 不管真相如何免去一个气象局长的职务算是对美方的一个交代 不管美方是不是认账 中方这样做了就算是认错自罚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气象专家称中国气象气球飞这么多天很罕见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中国高空气球进入美国领空 当局坚称气球用于气象研究 受到吸风带影响意外偏离航线 气象专家指出 大多数气象气球达到高度3万公尺后几个小时就会解体 像这样坚持了数天的很少见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5号报道 引述气象学家BBC气象预报主播金恩意见 内容作出上述表示 金恩指出 中国和北美间的北太平洋区域盛行风属于西风 风向是从西望东 最近一段时间 在高空9000到1万公尺以上的太平洋区域 风速为每小时240公里或以上 这一风速并不反常 他表示 北太平洋上空最近的气流规律 可能将气球吹向西北的阿拉斯加 然后往西南方向经加拿大进入蒙大拿 他强调 大多数气象气球达到高度3万公尺后几个小时就会解体 其装备透过降落散方式落到地球 对一个气象气球来说 像中国气球这样坚持了数天的很少见 伦敦国王学院国防问题研究员米龙说 这个气球可能比中国方面自称的情况更加复杂 他认为这个气球可能被地面的操作员遥控 可以升高也可以降低气高度 乘不同气流去不同方向 他可以让它定点逗留搜集数据 这是卫星做不到的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掌握一种对14000公尺以上气流进行分析的模式 主要用于掌握污染物和有害物质在大气中运行和扩散 这种模式被称为轨迹模式 美国气象学家沙特菲德曾用这一模式计算侦测气球的可能飞行路线 从2月1号发现气球位置的蒙大拿州开始追溯 他根据气流数据推测 这个气球可能的飞行轨迹是始于中国中部地区 报道强调 这个推测不是侦测气球的实际飞行轨迹 而是根据NOAA模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 气象气球在中国被称为探空气球 中国甘肃网去年3月报道 引述中国空同国家基本气象战观测员杨颖意见说明 探空气球透过携带探空仪器 采集地面至高空3万公尺左右 不同高度的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要素数据 一天准时放飞两次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49车追撞中国湖南国道惨剧 一支16死66伤 据中国湖南交通官方通报 湖南徐广高速南往北方向767公路路段 4号发生多车厢状事故 现场火光耀眼 浓烟滚滚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今天下午通报 前后约10分钟内 共发生5起交通事故 造成16人死亡 66人受伤 涉及49辆车 事故伤者目前已送医院全力救治 其中8人伤势较重 生命体征暂时平稳 中国媒体报道 现场目击者苗先生称 昨天4号下午 他途经湖南长沙望城高速收费站附近时 遇到了堵车 昨天一直在下雨 我们到那里时应该事故才发生几分钟 高速上当时已经堵了大约3公里 他下车走到距离事故现场大约1公里的位置 看到一段大约几百米的高速路上 很多车辆撞在一起 现场浓烟滚滚 火光耀眼 他在现场大约堵了3个小时 现场依然有明显的火光 浓烟冲天 能看到发生碰撞的有大火车和小轿车 目前事发路段已恢复通行 与救援工作同步开展的事故调查和相关善后处置 正在有序进行 大家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 AI机器人 六博士魏总统所做的中国简报 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网址是 3w.66.world 与中国的竞争加剧 气球事件揭示的不仅仅是间谍活动 纽约时报报道 有人看到一个中国侦察气球漂浮在蒙大拿州 堪萨斯城附近的核发射警上空 最终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一枚侧位导弹击落 这一事件凸显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缺乏沟通 即使在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22年之后 这起气球事件并不是第一次 前几年还有一个气球在南北洲上空飞行 在美国和太平洋上空也观察到许多势力 装备有高科技传感器的间谍气球正在卷土重来 因为它们可以接收卫星无法从太空探测到的无线电 手机和其他传输信号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战略司令部 一直在重新制作与核武器基地的通信 使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自然目标 这一事件增加了中国关于每个人都从事此类活动的论点 而且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竞相展示反对中国的力量的时刻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中国为何针对基层官员的躺平行为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加强其宣传 纪律和人事机构 以使中国的官员摆脱三年来与COVID-19的斗争中的疲劳和怨恨 接受发展的动力 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重点关注振兴中国疲软的经济 并呼吁释放全社会的积极性 在面对COVID-19造成的混乱 世界经济严重疲软 以及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脱钩和制裁的压力下恢复增长 近年来 由于地方政府在COVID-19检测和检疫方面的开支过大 纪律压力越来越大 下行风险越来越高 以及减薪 基层官员的积极性和士气已经下降 北京正试图动员其所有的党内机构 以扭转官员中的动力下降的趋势 在北京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后 中国各省市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官员的精神 包括奖励那些取得突破的官员 给予决策者更多的权力 以及点名羞辱懈怠者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反腐监督机构 发誓要解决说谎的平头干部 并提升那些敢于解决问题的人 批评者认为 晚会的讽刺性小品对基层干部并不非常公平 因为他们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工作环境和官僚主义的束缚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拜登为国情咨文演讲做准备 中国紧张局势和就业增长成为中心议题 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总统将于2022年2月28日星期二发表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 演讲之后 拜登先生将前往威斯康星州和佛罗里达州 强调其政府政策的不同方面 本周预计将被有关美国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的问题所主导 这件事引起了共和党人的批评和两党立法者的关注 预计拜登先生将谈及他的立法成就 并寻求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点 国民党在中期选举中夺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该党领导人承诺对拜登政府和他儿子亨特 拜登的财务状况进行大量调查 拜登先生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已开始讨论如何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但双方仍远未达成协议 总统可能会指出低失业率和通胀缓和的迹象 同时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中寻求让公众放心 外交政策包括乌克兰战争 预计将在演讲中发挥突出作用 中国的气球事件只是增加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持续摩擦 拜登政府一直致力于减少这些紧张关系 但共和党人敦促在贸易和技术问题上 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立场 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调查显示 42%的选民总体上认可拜登总统对总统职位的处理 53%的人不认可 37%的选民认可他对经济的处理 58%的人不认可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美中关系 气球 炸弹和无人机的悠久历史 彭博社报道 最近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 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历史中的最新事件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对抗 2022年6月 一架中国的苏-30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与美国的C-130特种作战飞机发生了不安全的互动 据说中国的军事飞行员在该地区的行动更加激进 2022年1月 中国军队在美国海军本副号进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附近北京声称的水域时 对其进行了跟踪和警告 美国海军表示 其任务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2021年5月 北京称 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非法进入其在西沙群岛附近的领海 美国对此予以否认 2018年9月 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危险地接近了中国同行 2016年12月 中国在国际水域摇起一架美国水下无人机 在美国提出正式抗议后 该无人机被送回 2001年4月 一架美国海军一批3E情报机与一架中国J811战斗机 在距离中国海南岛约70英里处发生空中相撞 导致了一场国际争端 1999年5月 美国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 造成三人死亡 比尔 克林顿总统为他所谓的事故向北京道歉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导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国际能源署 有迹象表明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将提振石油 彭博社报道 国际能源署 IEA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认为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比预期更强劲的反弹 从而导致石油和天然气需求的增加 据比罗尔称 有初步迹象表明 中国的增长将比以前的预期更快 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加 近200万桶 该国将贡献其中的一半左右 中国的喷气燃料消费已经非常非常强劲 如果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石油需求 中国对石油需求的上升 也将对液化天然气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目前的液化天然气数量是历史上最低的 尽管比罗尔很乐观 但由于担心美国库存增加和需求的不确定性 石油在1月份面临连续第三个月的损失 欧贝克及其盟友对向石油市场增加油桶持 极其谨慎的态度 直到需求增加 据比罗尔称 七国集团和欧盟对俄罗斯燃料出口 包括柴油 实施的价格上限 可能导致最初的供应困难 但印度可能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加柴油出口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中国公司再一次走向全球 彭博社报道 自去年7月启动交叉上市计划以来 一些中国工业企业通过全球存托凭证 GDR在瑞士证券交易所筹集了数十亿美元 当代安培科技有限公司 CATL是一家重量级的电池企业 正在寻求通过全球存托凭证筹集至少50亿美元 这是中国公司最大的一次此类发行 欧洲已经宣布了到2035年实现零排放的要求 并在本世纪末将新车的排放量降低55% 推动了对绿色汽车的需求 中国的工业企业正在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 来扩大其海外业务 因为进入美国的渠道变窄 而且中国的国内市场有望正常化 在欧洲筹集资金对这些公司很重要 因为他们希望在国外开展业务 并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认可 但相对于他们在国内的市值而言 筹集的资金并不庞大 中国企业正带头确保其工业产品被纳入供应链 扩大业务并填补空白 随着中国开始起欧洲路眼 这次的计划看起来可能有腿 比亚迪和其他公司生产的电动车 在该地区变得更加普遍 并在消费者中建立信任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为什么中国无法解决住房问题 南华早报指出 尽管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但中国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仍在持续 中国的挑战尤其艰巨 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在本世纪分别上涨了10倍和12倍 北京的房价中位数与收入的比率超过25 而香港是20 美国是7 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收入与住房成本有很大差距 深圳的平均公寓价格是平均年薪的40倍 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三条红线 以制止开发商的借贷行为 并对银行实行贷款限制 但两年多后 降低房价的努力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让人怀疑对购房者来说 这一切是否值得 因为他们仍在为买房而努力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英国高级议员 不要使用中国经营的TikTok 南华早报报道 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 保守党议员Alisha Kearns 建议人们不要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 因为数据安全问题 Kerns提到了对中国公司数据渗透的担忧 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恐吓英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Kerns建议人们将TikTok从他们的手机上删除 并表示不值得在他们的手机上存在这种漏洞 TikTok的发言人回应了Kerns的指控 并表示TikTok受到英国数百万人的喜爱 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比如将英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爱尔兰的数据中心运作 并减少员工对数据的访问 近年来 由于中国在香港的镇压和英国拒绝让华为进入其5G网络等问题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中国开发商在历史性滑坡中获得多年来最差的收益 彭博社报道 由于信贷紧缩引发违约 中国60家在大陆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中 有60%预计去年会出现亏损 5%的公司实现了盈利 5%的公司认为净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长 而其余的公司表示利润下降 这些数字表明 在香港上市的大型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行业的深度衰退和债务违约导致了房地产开发商的严重损失 去年实现盈利的大多数开发商依靠随机事件而不是业务改善 这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涨幅最大的是华夏幸福基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去年摇身一变 盈利高达16亿元 甚至一些最大的国有企业也警告说利润将大幅下滑 如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招商局舍口工业区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盈利不如预期可能会拖累该行业的股票 而这些国有企业目前的估值可能是不合理的 分析师预测 由于盈利下调和利润警告 本月股票将温和回落 在香港上市的主要房地产企业定于3月31日前发布全年盈利 去年的业绩是一种沉没成本 可能有助于评估开发商的底部 销售驱动的股票反弹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出现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中国游客上路 从韩国的限制到泰国的敞开怀抱 各国是如何应对的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结束了其严格的清零政策 不再要求入境旅客接受检疫 这使得中国境内以及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进出中国的旅游人数急剧增加 对于一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来说 许多中国游客的进入将有助于他们的经济 而其他国家则由于对COVID-19的担忧 而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限制 一些专家认为 北京对COVID-19死亡的定义方式 可能导致该国的疫情 看起来没有实际情况那么严重 国家卫生委员会只将由肺炎和呼吸衰竭引起的死亡 归为COVID-19引起的死亡 中国面临着对其COVID-19疫情严重程度不透明的批评 一些人担心少算了死亡人数 中国对这些说法进行了反驳 并表示其严重疾病和死亡的比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好一些 谢谢大家收看六博世卫总统所做的中国简报 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网址是3w.66.world 欢迎大家加入六度世界